在兩三個月之內能夠形成早場 但是最終的目的是我這個主題永續發展 現在2050進行排碳的這個議題組中部 海洋碳會是一個我們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如果能夠把離岸攻擊的這個場地 來設置這些早場 我們可以同時結合漁秒的放流 這個早場可以變成漁秒的中間預針場 讓漁秒的放流能夠更具效益 那如果我們把早場拿開的話 前面的這些可以改換成人工養殖設施 可以養三一五一可以養其他的備類 那我想我們做這些的目的 因為工廠的設置會讓原來經營的這個漁民 失去了一些工作的環境 但是我們替代的是讓濕源能夠更豐富 生產的方式更多元 那這樣的話來匿補他們的一個損失 我們可以做人工海藻的藻床 但是不放藻床 我們可以做無動式的這種養殖設施 那這下面呢可能是養單體牡蠣的籠子 或者是這個籠子不只養單體牡蠣 也可以養蝕蝶貝 黑蝶貝 那黑蝶貝是什麼 它是可以養珍珠的貝 所以這個生產是可以多元的 那我們現在也在嘗試 怎麼樣把黑蝶貝養得更好 那設施怎麼樣讓它做更好看 昨天我甚至還跟這個 無動式的太陽能板設計廠商在討論 有沒有可能在這樣的一個場域 上面是太陽子一樣空氣的發電 但是海面上能夠設置抗浪型的太陽能板 那這樣的話有風能也有太陽能 那在下面我們還利用這個海水面下的空間 來做漁業的生產 所以我想這個未來對近年排探 因為永續發展應該都是有一種正面的效果